韩国瑜提2020证件 主张重启核四解决台湾能源危机 而今天中午还直播开记者会讲证件 就怕被批评 利用周间的上班时间跑选举 韩国瑜就自轻了 他用的是午休时间 高校市长韩国瑜和张善建领军到国阵顾问团 大谈能源询件 看得出来韩国瑜很赶时间 还要赶快赶到高铁站北上 我要赶回办公室上班 连开直播又进行会后记者会 韩国瑜强调再强调是用午休时间 就怕用被批不是周末才拼选举吗 我们这是午休时间 我们马上就要赶回办公室了 好吧 但韩国瑜抛重启核四 新北市长侯友宜却说这是假议题 质疑没有了燃料棒 还有怎么处理核废料 张善政帮韩国瑜回应 他说核四剩下的燃料棒 不够你去重启第一号机 我们第一次奉进去 这个一号机的燃料棒也不需要到满栽 所以其实这个才是一个假议题 至于核废料 张善政说 在他行政院长任内 台电预算案就准备将核废料送到法国去 核废料送到法国去做精炼 送到立法院的所有议案民进党全部打包退回 赵善政火力全开 炮火更转向对准总统蔡英文 痛批民进党把核电变成政治口水战 我们台湾不是第一个用核能的国家 我们也不是用核能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只有我们台湾核废料卡在这边 好像不能处理 台湾人最笨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把它犯政治化了 犯政治化的罪魁祸首就是蔡英文 韩正英提重启核四 要符合安全物与人民同意两前提 被柯文哲说是废话 韩国瑜市长签了 那台北市长柯市长您签不签 选民之内睁大眼看谁在办 政治化让台湾的能源危机一再拖下去 独自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